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子里边传来了一股恶臭味 大家呀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想让民警去看看 于是警方呢 去了之后 找过来房东 把这房门就打开了 房门一开 连房东带邻居 甚至警察都大为震惊 吓得呀浑身冷汗之术 只见哪 这屋子里边有三个大袋子 地上呢 都是血 地上都是血 那这三个袋子里边装的是什么 相信大家也都猜到了 尸体 并且不是一般的尸体 是被截肢的尸体 通过辨认 很容易能够认出来 被杀的是男性 这男性尸体的那骨头上啊 都已经长满了蛆虫 您各位正在吃晚饭的啊 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地上血都干了 袋子里边都是腐烂的尸体 已经露出来骨头了 这骨头上密密麻麻的蛆虫在那爬呀爬呀爬 因为已经高度腐烂了 根本看不清楚死者长什么模样 再看这现场吧 也被刻意清理过了 凶手也没留下多少线索 死者到底是谁呀 他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那会不会是这个房间的住户呢 房东说呀 不是 这房间呢 是租给一个姑娘住的 也就二十来岁吧 呃 他呢 叫小样 哎 现在小样没了 在小样租住的房间里边 竟然 有一男性死者 那小样去哪了呀 小样是被害了 还是他杀了这男性死者之后逃跑了呀 他的房间里边有人死了 那么这起命案跟小样就脱不了干系 到底这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现在看来呀 只有找到小样 才能彻底的解开谜团 警方呢 一方面寻找小样 另一方面呢 也对邻居展开了细致的走访 就询问这些邻居们 最近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好几个邻居都说 哎呦 要说不对劲的地方 还真想起来了 4月10号凌晨的时候吧 听见小区楼下 有个女的在那大声的嚷嚷 听那个意思啊 像是捉奸来的 呃 在那喊着 说要是丈夫不出来 他就把他丈夫的车给砸了 后来呀 我们还从窗户那往下看了看 他真把那车给砸了 但他丈夫始终没出现 那么到底这个女人又是谁 他的丈夫是不是这个男性死者呢 了解完了邻居反映的情况之后 警方就决定啊 立刻调取视频 找到这名女子到底是谁 这边还找着呢 那边啊 又有人报案了 报案人呢 说她的丈夫失踪一周了 她呀 报警要找丈夫 民警这边查着 那边呢 又接到了这女人报案两箱一笔 对 是同一个人 这个女人呢 就跟民警说 4月9号 她的丈夫去医院看病 可是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 这一天呢 对于他们家来说 是个特殊的日子 是什么日子呢 是这名女士父亲的生日 每年这一天甭管有什么事 她的丈夫都会亲自给自己的父亲 也就给自己这岳父庆祝生日 不过 今年这4月9号 丈夫说去看病去 怎么一去就不回来了呀 给她打电话吧 立马就挂断 随后啊 这名女士呢 就给她丈夫发了一条短信 给我回电话 就这几个字 但是还是没回 这么着又一次一次的 拨打丈夫的电话 没想到对方啊 直接把手机给关了 哎呦 关了机了 这更找不着了呀 到底去哪了呀 这女士知道 她的丈夫啊 外边有个情妇啊 之前就知道她们不清不楚的关系 那个情妇就是小燕 她就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不是又去了小燕家里啊 这名女士说呀 她的丈夫跟小燕在一起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 这两年里啊 她也是备受煎熬 甚至小燕还找上门来 威胁这名女士 强迫这名女士和自己的丈夫离婚 但是这名女士之前一直在默默的忍受着 这一次 丈夫始终不回电话 也不给自己的父亲过生日了 这也算是愤怒到了极点 这才大半夜的到了小燕家楼下 在那大吵大嚷 之后过了七天 始终没见着丈夫 这才担心丈夫出事 于是报了警 那么屋里的死者 是不是她的丈夫呢 警方啊 带着这名女士去辨认尸体 因为尸体高度腐烂了 谁都认不出来 得亏啊 死者的衣服啊 鞋子啊 钱包啊 都还在呢 这名女士一眼就认出来了钱包 就是丈夫的 她说呀 这钱包 就是老马的 她的丈夫姓马 衣服和鞋子 经过这名女士辨认 也是老马的 现在 已经能够确定被害人 就是老马了 但是啊 从破案角度来说 这还不能百分百确定 还得做DNA鉴定 经过DNA鉴定之后 最终结论 死者是马某 在结合之前 马某的夫人 跟警察提供的那些线索和情况 基本能断定 马某就是被情人小燕杀害的 现在已经知道了小燕的真实身份了 接下来呀 就是要尽一切努力来抓获小燕 警方呢 联系上了小燕的家人 小燕的家人就说呀 哎呀 小燕呢 还给我们发过短信 说想要自杀 看那短信的口吻呢 其实不是给家人写的 这是群发呀 还是怎么这呀 就不知道了 反正上面写着 你是我这一生唯一真正爱的人 永别了 如果你有条件 希望你能照顾一下 我的父母和弟弟 提起短信来 马某的妻子突然也想起一事来 他之前呢 也收到过一条短信 但是是个陌生号码发给他的 在这短信上啊 都是对这马某太太的辱骂 但马太太说了 其实一看这短信就知道 肯定小燕发来的 因为小燕之前呢 给他发过不少短信 跟自己的丈夫又去哪玩去了 自己的丈夫又给他买了什么 什么好东西了呀 啊 到底他们做了一些什么呀 反正就是不停的挑衅马太太呗 主要的内容就是你们赶紧离婚 你老公不爱你了 他爱的是我 但马太太没吃他这一套 想让我们赶紧离婚 门也没有啊 就是不离 但是最后这条短信 还是让警方看出点内容来 在这短信上 这小燕都说了些什么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其实这两年 小燕给马夫人发过好些个短信啊 总是发一些个 今天我又跟你老公去哪了 今天你老公又给我买什么了 我俩啊 又怎么样愉快的度过了一天 就刺激马夫人呗 刺激马太太就希望 马太太跟自己的这老公离婚 但是马太太也下定决心 你想让我离就离啊 我还就是不离 在马太太收到的最后这条短信里 警方啊 还是看到了一些重点内容 这短信写的很长 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钱给我买钻石戒指 给我戴上后说没有失言吧 他说遗憾的是不能买一对 还拿了瓶安定让我吃了 吃了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看这短信上的内容 似乎也是透露了想自杀的想法 但是民警一看 嘿没那么简单 这小燕看上去啊 像是要自杀 他这只是为了迷惑大家 如果他真的杀人之后自杀 他不会告诉这么多人的 现在到处都说要自杀 恨不得天下皆知 这就意味着他没死 他想逃跑 想让其他人认为他已经死了 那么他要跑 会跑哪去呢 这时候啊 又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 有一个海男的人 在追求小样呢 那个男的呢 一直想跟小样在一起 但小样一直不同意 那么小样会不会去海南找这个人呢 警方啊 立刻赶到海南 找到了追求小样的那个人 姓周 这小周说呀 他跟小样认识十年了 他喜欢小样 也多次跟小样表白 但小样从来没有明确拒绝过他 也没有明确同意过他的表白 俩人就一直这么保持联系 用现在话来说 这小周就叫备胎呀 这回呢 小样确实到海南找他了 俩人呢 在一起待了两天 但是两天之后 也没跟小周说 小样不辞而别 临走的时候 还偷着从小周身上 拿走了一千多块钱 这就说明小样缺钱 他既然缺钱 就跑不了太远 警方这时候啊 就打算去洗浴中心 因为小样之前呢 也在洗浴中心工作过 如果他想活命 想接着活下去 那得挣钱的 那就得找工作呀 4月19号 也就是老马尸体被发现的第三天 警方在海南万宁展开调查 果不其然 在一家洗浴中心 看到了一个服务员 长得很像小样 警方判定 85%以上的可能 这人就是小样 民警到海南办案的时候 穿的都是便装 那这倒方便了 直接进了这洗浴中心 假扮成到这花钱的顾客 随后 有一名警察 就问那个长得很像小样的服务员 你家在哪啊 贵 这服务员刚说了一个贵字 就犹豫了一下 随后又说 哦 贵州的 正是这一犹豫 让警方相信 这个女的就是小样 想说桂林 意识到不对劲 这才改口 说是贵州的 随后民警控制了他 这一查果不其然 就是小样 小样被抓捕了 这就说明 他没有自杀 他之前发给亲友的 发给老马媳妇的那些短信 那就是用的障眼法 那小样 为什么要杀老马呢 小样说呀 他跟老马 是2012年初认识的 当时小样的工作呢 是买衣服 老马呀 就经常到他那买衣服 小样别看年纪不大 但是感情上 嘿 有经验着呢 他一看就知道 这老马对他有意思 再看老马这个人吧 一看就像个有钱人呢 他呢 对老马也产生了兴趣了 后来这才知道 老马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 40多岁 又有社会地位 手里边的钱又多 这么着 小样呢 也施展浑身解数吧 反正就开始不停的 给老马放电呗 老马一看这事有门啊 就直接跟小样表白了 小样也知道 老马有老婆有孩子 但是还是答应下来了 答应做老马的地下情人 在相处过程之中啊 小样说他越来越喜欢老马 他呢 就想着嫁给老马 当老马合法的妻子 但他知道老马不会同意的 老马跟他就是玩玩 就是拿他当情人 那怎么办呢 只有威胁和激怒老马的妻子 让老马的妻子主动跟老马离婚 可让小样没想到的是 甭管他怎么刺激老马的夫人 这马太太呢 就是不跟老马离婚 那如果老马不离婚 小样就转不了正啊 小样岁数也没那么年轻了呀 现在趁着岁数没那么大 有点姿色 那还可以 再过个两年三年的 那老马嫌弃自己了 这情人也当不了了呀 小样呢 心里边啊 是又郁闷又着急 四月九号 老马给他买了一枚钻戒 但是 这小样没要 他说了 这不是婚姻 我想要的是婚姻 老马一听 怎么没完没了的呀 俩人就吵起来了 争吵过程之中 老马就用手打了他一下 小样本来就挺郁闷 挺生气的 老马这一打他 他对老马彻底失望了 小样后来跟民警说 因为我不快乐 那大家就都别快乐 尤其我要让他老婆 尝尝没有男人的滋味 这小样呢 就偷偷的给老马 喂了安眠药 服药之后 老马昏昏沉沉 就睡过去了 小样就活活 把老马勒死了 勒死之后 小样这么一个弱女子 嘿 什么是菜刀 什么是西瓜刀砍刀啊 拿出来气吓咔嚓 把老马就肢解了 还买了好几个大袋子 把老马的尸块 装进了袋子里 本来是想把尸体扔了 但想来想去 扔哪呢 不管扔哪 那最终还会被发现呢 最终啊 这小样一想 得了吧 也别扔了 我就扔我这出租屋里吧 我跑了就得了呗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啊 小样被抓获之后 从头到尾 他不认为自己当情妇 破坏别人的家庭 有什么错 他呀 就认为是所有的人 都对不起他 老马不愿意娶他为妻 对不起他 老马的夫人 不愿意跟老马离婚 给他转正的机会 这是老马的夫人 对不起他 所以小样一遍又一遍的说 我得不到他 那么就没有人能得到他 我要复仇 而后来呀 老马的爱人也说过 其实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看到小样一次次 给他发挑衅的短信 甚至辱骂他 刺激他 他也想过离婚 但是再一想 自己和老马 从零开始 白手起家 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 凭什么拱手让人呢 后来自己实在忍受不了了 也跟老马提过离婚的事 但老马那边又想 这一离婚 得分给自己媳妇一半的财产呢 凭什么呀 所以呢 老马也拒绝离婚 老马到死都没想到啊 自己宠着 疼了两年的这个情妇 最后竟然残忍的杀害了他 行了 这个案子 咱们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二十多岁的江娇妹啊 来自齐齐哈尔市的一个农村 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村花 身材匀称 媚眼如丝 一贫一笑都能射人心魄 长得漂亮 既然长得漂亮 他自然是心比天高 想找到自己满意的另一半 可奈何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 但他决定还是要出去看看 他从黑龙江来到了辽宁省锦州市 经人介绍 嫁给了锦州市全德村的王天忆 刚结婚的两个人呢 自然是相敬如宾如娇似气 很快呢 俩人就有了一个女儿 但在王天忆他们这样的封建农村家庭里 女儿是不能传宗接代的 所以女儿三四岁的时候 王天忆啊 就动了要二胎的念头 王天忆想要二胎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王天忆发现江娇妹有点不守妇道 看见同村的小青年们 总是眉飞色舞的暗送秋波 这让王天忆心里不舒服 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了两人之间的感情 而这时江娇妹心里也有了变化 她开始觉得自己丈夫身材矮小 软弱无能 和身边的男人比起来 缺少了一些男人气概 江娇妹总觉得 自己配王天忆就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而这时同村的刘某对江娇妹是垂涎已久 不停的和她示好 一来二去 俩人就私奔了 可是两人的关系啊 终究见不得光 没过多久 刘某又带着江娇妹回来了 回来之后的刘某 向王天忆赔偿了八千块钱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此后江娇妹和王天忆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日子 并且又生了一个儿子 但江娇妹啊 风平一直不好 有了私奔的事 更是让王家的门风受辱 王天忆也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王天忆多次想过要和江娇妹离婚一了百了 可是转头看看自己的儿子 瞬间这心呢 就软了 想着就这么过下去就算了 虽然心软了 但王天忆还是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可生活并没有如王天忆所想的那样风平浪静 没过多久 又发生了一件让人焦头烂额的事 这天呢 江娇妹穿好衣服 拿着工具 要去地里边干活 就在这时候 住在他们后院的王天忆同族兄长王天学 看见江娇妹出门干活 就跟了过去 其实这个王天学呀 惦记这个弟媳妇已经很久了 弟媳妇的风流韵势 他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平时王天学就总对江娇妹时不时的挑逗 而江娇妹呢 也没表现出来反感 这让王天学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王天学跟在江娇妹后边一起就上了山 看着江娇妹在那卖力的干活 王天学就伪装成路过的样子 一边说着 不忍心看着弟媳妇一个人受累 一边自己就开始动手帮忙了 过了一会儿 王天学说有事要和江娇妹说 就带着她呀 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随后就是上下其手啊 一开始江娇妹还在那拒绝呢 你是天意的大哥呀 咱们这样不行 可是王天学早就惊虫上脑 不管不顾了 后来江娇妹呢 则是半推半就 两个人就这么着 开始了这段不伦的关系 从此之后 王天学开始帮江娇妹干活 给她买衣服 王天学常年的和江娇妹 私混在一起 两人的关系啊 在相亲之间那是不静而走 很快就传到了王天义的耳朵里 这让她既愤怒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思来想去 还是想先规劝他们 这天呢 王天义和母亲 把江娇妹 王天学俩人 叫到一块 还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的劝着他们 江娇妹立刻说出 要断了关系的承诺 可是王天学听到之后 一下子就炸了 她嚣张的说 断不了 我给你干了那么多的活 我还给你买了那么多衣服 付出了那么多 你想断就断 门都没有 从这以后 王天学更加的肆无忌惮 不管王天义在不在家 都来找江娇妹 一天呢 能过来找她五六次 并且还把江娇妹 带到自己的家里边 看她家里的炸药包 威胁江娇妹说了 你要是敢跟我断了关系 我就拿这些炸药包 我杀了你娘家人 咱们再同归于尽 一边说着 一边还摆弄着手里的枪 随后对着自家剥裂 砰的一枪 吓得江娇妹 花容失色 从此江娇妹 再也不敢提 要断了关系的事情 王天学 感觉自己的威胁奏效了 还在沾沾自喜的时候 他哪知道 这时候的王天义怒火 已经在心里熊熊燃烧了 一天中午 王天学呀 又跟平时一样 来到了王天义的家里边 当着王天义的面 就挑逗着江娇妹 王天义看见以后 怒不可遏的跟她说 大哥 你别再来了 王天学听见以后呢 没有丝毫的惧怕 还在那挑衅呢 怎么着呀 有种你就杀了我呀 听到这儿的王天义 瞬间像火山爆发了一样 随手拿起菜板子上的刀 照着王天学就砍了过去 王天学看这形势不妙 赶紧落荒而逃 就在王天义觉得 大哥不会再来的时候 王天学呀 还真从家里抱了一个炸药包 往王天义家跑去 王天学跑到了王天义的家里 一边点燃了炸药包 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的说 今天你不砍死我 咱们就一块死 江娇妹看到点燃的炸药 瞬间就懵了 赶紧用湿漉漉的手 去抓住导火索 好在这炸药是灭了 王天义呢 上前就跟王天学撕打起来 王天学有些吃惊的 看着这个从小就怯懦的弟弟 好不容易挣脱出来 拿起刀递给了王天义 还叫嚣着说了 你砍死我呀 来照脑袋砍 当时已经红了眼的王天义 拿起刀照着王天学的头 是一顿乱砍 很快王天学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江娇妹看着满地的鲜血 可傻了眼了 回过神来之后 赶紧打了120 王天学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一直在昏迷当中 警方随即对王天义进行了抓捕 并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而王天学呢 也因故意杀人罪未遂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最终这场闹剧啊 以这种两败俱伤的结果 这才收场 两败俱伤的结果 今已是这里 多副俱伤的结果 全老败俱伤的结果 这么多的结果 台湾 小组 今年笔 呢 是